我们会跟谁一样 就看指挥官想跟谁一样 但是不是用嘴巴讲的啦 你这个火会烧死人 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这指挥官他是救火队队长 结果他是不知道火会烧死人 还是他明知道火会烧死人 他却还放火烧 而且他没有准备灭火器 灭火器是什么 就是你要有足够检验啊 你知道病例在哪里 你才可以避免他烧更大啊 你要有药物啊 你才能防重症 你药物都还没买 才几两万人份 就说什么他要重症清理 你怎么清啊 你老人的疫苗打多少 第三剂英国打到九十%以上 人家还死那么惨啊 对不对 你凭什么说你会跟英国不一样 还有小朋友疫苗要接种啊 就他才决定小朋友不给他打 然后他就放火烧了 当然各个学校都会中标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苏贞昌 你说什么新台湾防疫模式 你要文件一直开放 要生活正常 就看苏贞昌你正常多少 我们就可以烧上去多少 你要放宽防疫 你就会扩散 病毒不就是这样吗 新北市一定会上来 因为新北市民情买 民情买 全国给他三百里的花库 赶快居家隔离照护 不立桃园医院人家只是接触者而已 居家都造成全家感染波波死亡 你新北市是急什么都已经是确诊的病人 他用空气传播 你要急着把它放在家里 你不一成三不然谁要一成三 所以病毒就是会扩散 大家都知道 你要挡它 它就可以少 你不想挡它 它就会多 那日本呢 日本第一个 大家还是要小心 它的这个检验量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最起码它的发病人数 跟死亡人数 它跟上面高高在上 我有标 一个香港一个南海 发病数就咻这样上来 香港南海这样 死亡数也就这样上来 那人家日本把它压得平平的 可是我们书院长 虽然年纪大一点的男人 他大概讲话好像很想算数啊 那你讲话算数 我们就不会像日本嘛 你就是要给他放啊 一直正常 你大活动不限制 你用餐不管你 人家新加坡 他有根据疫情的高低 因为他第一波啊 去年开放第一波 总超而死亡 为什么总超而死亡很重要 因为新加坡跟南海 有人就说南海致死率很低啊 他把死人藏起来 致死率当然低啊 他把死人藏到说 他是别的病死掉的啦 那你这样致死率就低 但你总死亡你藏不了 我们就要看总死亡 总死亡呢 给大家看南海第一波 前面那一波 他没有冲很高的病率 总死亡就超而15% 比他平常哦 总死亡 新加坡应该很棒吧 不好意思 前一波他总死亡超而30% 那美国 身轻百战的话 会不会美国人就不死啊 美国人每一波 超而总死亡都在冲 美国感染力啊 Omicron这一波只有8点多%而已啦 这样跟这边还跟你吵了呢 到现在疫情下来人还死不完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都可以 问题是你指挥官 你不要用喊的 你准备东西在哪里 你准备800万世纪 就跟我们说好消息 你一天就至少要50万啦 你两个礼拜就用光光啦 这疫情要烧90天啦 你什么都没准备力的 现在花安每一天都改 其实他日前也刚承认说 有这个月底有机会冲上一万例 请他自己 他不是 这个是人命关天 不是你当太上皇在那边选非呀 你看上日本这个非 你就选日本 你是凭什么本事 你要告诉我们 这个太不负责任 草菌人民 所以邱首长意思说 别的国家虽然说Omicron死人不多 但是总死亡已经不正常了 比平常多15到30% 所以他塞在心脏 可能心脏病什么高血压 这很可怕 所以看总死亡 台湾应该看看总死亡到底怎么样 他的计算方式很科学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现在有一派是用这样的方式 他用了你今年的总死亡人数 去跟过去十年 你的总平均的死亡人数去比 那你的超额人数是多少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然后你这个超额的当中 再去对比说你因为新冠肺炎 死亡的人数是多少 然后来看是不是有一些 其实可能是新冠肺炎 但是呢被塞到了其他的死亡原因 当然我还是必须要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 其实我都我都称它为 它叫做什么新台湾模式 我都称之为叫做动态的与病毒共存 那么当然现在国际上面的资料都显示 现在中国大陆这一波也是Omicron 那你从Omicron的这一个 在中国大陆的状况来看 它确实死亡率相对是偏低的 但是这个偏低的背后 是因为说Omicron本身就轻症的比例高 还是因为施打疫苗 普及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很多人就会变成无症状 因为中国大陆这一波 在上海这样强迫塞塞塞塞塞 因为大家还没出来 死亡还没到 对它塞出来的结果 百分之九十五是无症状的 剩下的百分之五 才是真正的有症状的确诊者 所以它每一天的比例 就是两万多对两千多 两万多对两千多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可是死亡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最需要去避免的 但是这是我们最难去估算的 好假设 我讲我们现在不可以用Omicron的感染率 来去计算我们会有感染多少 因为你算日本好了 日本的情况是 它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 好几波累积了很大量的 Alpha的确诊人数 Delta的确诊人数 还有原始株的确诊人数 所以它已经累积了大量的感染者 然后Omicron它现在的传播力 就可能会因为这些原本 已经感染的人 他们等于是打了一次天然的疫苗 而且这个疫苗的准确度最高 那这种它的传播力就会降低 那可是如果以韩国的例子来讲 或者我们以瑞典 瑞典是第一个宣布与病毒共存的国家 它的感染率大概都是 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请注意他们其实都没有大量去 筛检无症状的感染者 所以实际上面 这百分之二十五跟百分之三十 是有症状的人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那它实际上感染了多少人 我们其实是不确知的 台湾的情况是 我们在不管Alpha的时候 Delta的时候 我们其实感染的人数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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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 这是千分之一都不到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大传染如果一旦爆发了之后 那我们就假设我们是韩国好了 因为韩国在Omicron的死亡率是最低的 万分之一点三 一万个人当中大概有一点三个人的死亡 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按照陈时中说的我们可能估计会有三百万例的话那你要不要去算一算那是多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我一再的说就是说我是主张与病毒共存的我是主张的但是呢绝对不可以是躺平式的与病毒共存 那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你看到快塞剂也不够 然后我们的药物也不够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些备品 然后应该怎么去处置轻症转重症 是什么样的迹象 你那个所有的相关的协调 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他的灾难就无法遏制了